大家好 欢迎回来妄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集我是许珊 另外就是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集回来说说 由12月11日晚上相当多媒体就说 风传周海薇离世的消息 又说打电话找工作人员有剪线 然后又说朋友都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 大家对比他没有多少天之前才出了生日的帖 就是说自己多少岁生日又如何如何 还有近这几天也有不断出帖子和帖子 拍摄自己的生活和网份互动也很多 为什么这么突然的消息 有时人的东西就说不了 有时意外的事情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 但是大家就会想 那需要消息这样封锁呢 还是有什么情况呢 也算是快 相关人员也会出来 我自己看到这个新闻 我很多时候都不会相信 因为内地尤其是针对一些艺员 所传的假消息是很多的 有时又说这个讯息了 有什么小三 有时又说那个出轨 这些假新闻呢 我不知道 在内地就真的 经常都传得很夸张 很重要 所以当这些消息有媒体转载的时候 我首先第一 又是假消息 我还没有看过 我看完整只 就认为一个假消息 如果是真的 一位这么知名的艺员 出事的话 照道理 会铺天盖地地报道 但是这一张新闻就不是的 也没有说有很多消息 说他离开了 只是有极少部分的媒体 有这样的报导 不是铺天盖地的形式 通常可信性都是很低的 现在有一些有认证的帐号 也有出来做了一些标准 最新的状况就是血小板偏低 这个是老毛病 所以说他暈了 在家人送了他去医院急救 目前已经度过危险期 另外也有一些记者在他个人的微博那里贴 知情人士听说他在医院治疗中 在昏迷还未找 大家不用那么担心 他一定会健健康康早日康复 他这么好上天都不舍得他放心 不过又很有趣 究竟是因为什么病 大家又会勾出他的老毛病 另一个叫红斑狼瘡症 这个是我印象之中 他很久以前就已经有这个病 这种病偶然也会发作 很难完全根治得到 消息所指他1998年就患了红斑狼瘡症 所以就说被病魔折磨了很多年 导致他不能够常常去拍戏 有些人猜是否因为这个病 令他离开了世上 其实台湾有本网络小说也很经典 很多很多很多年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都是讲一个宅男 认识了一个美女 美女也患上了红斑狼瘡症 后来也过了身 这个网络奇缘也叫终结 大家也叫美美道来的网络小说 这个有兴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虽然交了这么多年 我看到书店仍然有最新版本 可以叫买得到 因此我对于这个病 也会有另一种评法 看到周海薇同样地 生得很漂亮 受到这个病的折磨 也是很难搞的 我自己也有看到近来的电视剧 就是《倚天屠龙基》 这次就不是扮周子弱 那是什么呢 就是扮周子弱的师傅 灭绝师太 我真的猜不到 由周子弱去做师傅 也挺好看的 大家有机会去看看 不过他也算是这样 这么多年受着病患的问题 不能够做到太多演艺的工作 但是你看到他生活又无忧 也太高兴了 我想都上岸那种了 似乎也是 他一直以来都有不少的众艺节目 来到他出演 相信这方面 对他在这方面 再加上他过往的知名度 也有很多人找他做事 所以一直以来都 继续做事 生活上也不成问题 是不是 他在内地生活也住得挺好 而且也很少会在香港出现 相信他已经是在内地的长期生活那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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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那些工作人员也是 如果人家打到给你的时候 为什么要去剪线呢 令到整件事 炒得更加大更加快 这些也是的 不过尤其是最惨的就是 作为了艺员 很多记者是很喜欢 传有关艺员的谣言 因为传艺员的谣言 你又不用负责任 假设你传一些 中国政府里面的要员 的谣言 你可能就会被追究一些很严重的责任 但是你传这些 传艺员的谣言 就没什么所谓 对方辟了 出来说一句 我死了吗 我没事 我没死 然后一笑自知 我觉得这一点 就很不公平 因为这些谣言的问题 在内地来说 不要说内地 全世界来说 都是一种很麻烦的事 你轻质就得淡少 你重质 可能是捋到人 损失很大 假设一个人的声誉 受损的话 你会失去工作机会 继而 不知为什么 无端端就有人 传你的谣言 而你就失去了 一些收入 这个损失 怎样追究呢 有时又很难追究 因为网络的谣言 你根本都很难查得出 究竟是哪一个传出来的 就像周凯美这件事 哪一个传 第一个 写这些说话的人是哪一个 你很难查的 所以是 很麻烦的 有时谣言就是这么坏的 全内地的那些 艺员的谣言 有时可能只不过是恶作的 有时又或者是 对家看不过眼 就刻意这样做 变成一种 对付他人的工具 除了传人离婚之外 亦都可以传什么 离婚 或者 告你什么 或者破产 欠人多少钱 这些是最麻烦的 然后那些艺人 最恐怖的是什么 网络谣言 都要逼他们 现真身 要去回应这些 当然要看这些谣言 能不能解释 能解释的那些 没办法 都要出来回应 所以挺烦的 例如周海薇这一宗 一说他 封存他离婚的时候 好像当正他真的死了 将他什么时候选港者 什么时候 那些过往的 拍过 黎明的那些 那些剧 什么 胡道未嫁时 什么 哪一套走红 然后为什么 在香港的娱乐圈淡出 然后去到内地又怎么样 感情生活又如何 现在就 喜欢和 狗狗在一起 多过去 吃男朋友 还是怎么样的 什么时候 跟谁分手 你把全部都挖出来的 我们也免得重复 因为他不是离世 有什么好说 这些东西 如果找到某些点 就坏的 或者这么正面的 又会再拿出来放大 例如拍了什么真人show 说过什么 什么金句 令你觉得负面 又会拿出来炒 我觉得这个感觉 就不是这样 幸好周海薇 近这十年八年 都不是太多这些什么 不是那么好的东西 最多都是跟什么男朋友分手 或者在内地 曾经之前试过 避指 什么对工作人员态度 不是那么好 这些 都是小菜一碟 所以就不是太多 要煲得出来 如果 有些人 又说什么破产 又说什么离婚 或者怎么样 就麻烦一点 好像较早前 记不记得 王力宏 在台湾 搞得一头烟 又把徐若圈扯进去 又扯进去 什么徐若圈 还是怎么样 那些真是 很厉害 迫到他都要出来回应 影响他的工作 现在还在传误 关于徐若圈的东西 因为徐若圈最近 被传出 有离婚 会不会和王力宏有关呢 现在我发现 开始已经有不少媒体 把这两个人 拉在一起来说 那就不用避忌那么多了 如果要约他出来 吃饭喝酒 聊天 那些 不用考虑这样 考虑那样 不过被人拍到 又是会怪一点的 正所谓 人言可畏 所以 周凯薇这件事 也是麻烦的 挺有趣的 所以我们再谈多一点 时间线 好 根据周凯薇工作室的工作人员 有朋友等等 例如像朋友那样 10号的时候 跟他联络 也没什么特别的 再找回 早几天的照片 社交媒体也好 也没什么 也很精神的 所以 到12月11号的时候 晚上6点 他还有放在狗狗的身上 出来给大家看 还有片子 这些狗狗 就很兴奋在雪地玩的 你记住 如果你是一个主人 你帮他拍了一段片 你接着 可能你要 剪辑一下 可能拍了一段 未必拍得好 再拍了几段 然后慢慢剪辑 再放上社交媒体 你想一想 那里要花多少精神时间 如果一个不舒服的人 哪里有什么闲晨日志 还在雪地 是不是 我叫你也不愿出去吧 那倒是 没错 你真的拍一段视频 然后又要剪辑 又或者加些花繩 那么容易? 没错 现在有很多 不同的手机工具 可以 整色整睡 但是呢 都要看回 不是人人都喜欢这样 不是人人都懂得这样做的嘛 通常呢 那些视频拍得很漂亮啊 就是 整色省水啊 那些视频都很不自然 我觉得 你特意是 为自己做宣传 那我看他的视频又 不是说 是没什么特别啊 其实我觉得反而 不是说是刻意去营造出来的 从中也都看下 他那个社交媒体的经营方式 也都不是说是很进取那种 只是一些生活感比较多一点 毕竟他都57岁人 都接近人到60了 一个人 对着狗狗又不懂得跟他说话的 或者你对着工作人员 或者对着朋友的 说来说去都是那些 所以有社交媒体也好 大家聊聊天 网民有些互动 你又给他一个心心 给他一个赞他也好 他跟你说声 支持你 就是你会觉得 好像生活以外 除了你认识那些责人之外 又多一班 你不认识的 但是就 是 他又认识你 你不认识他 他会给一些 加油 打气 祝福等等 你个人都会 没那么闷 或者都觉得 原来有一群人 关心自己的 都会正能量 想一变 这些都是好事 等于我们看到大家的留言 在YouTube下 你留言给我们 我们看到也会是开心的 你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但是大家仍然都会支持 会鼓励 还是怎样 也是另一番的感觉 不如这样 我们希望周海薇 可以继续幸福愉快 这样生活 如果这样养尊处优的话 如果没有心情 又没有心情 又不对 就不做的话 又不是赶着要开饭 这样的生活 我想应该 会这么突然 离开大家吧 不过世事 就很难说的 对吧 我觉得 再加上他一向有这种病 目前为止 都是无法根治的一种疾病 透过一些方式 就可以改善整个人的生活质量 所以我觉得有些小伙子 刻意传这些无谓的东西 我认为是想攻击人多 可能是他的对家 始终也是 在不同的工作场合也好 你不觉得自己得罪人 或者人家想刻意搞你也不一定 因为没必要传这些谣言 如果不是有人刻意这样做 你就说不定的 所以这次传这些人 都挺可恶的 是挺可恶的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 为什么工作人员 可以容许这些消息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 为什么会不知道 或者怎么不说的 逆转来看 可以做成一个帮助的 到时候大家会立即追访周海薇 他是 不是啊 他都挺精神的 你怎么怎么怎么 他会传你这样的 可能间接地又会多了一些的机会 工作也好 或者其他的知名度也好 还是怎样都好 就是有时候这些事情 就看你怎么去把握 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还是做到什么出来 那就要看看他自己团队的功力 好了 祝他生活幸福愉快 开心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